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库仑定律跟电厂 这两个topic 我们首先把我们以前你们高中就学过 以前学过的一些知识 我们就把它复习一下 有一些数字 比如说我们这个带电体带的电量 叫做基本电量 elementary charge 那么它是1 用1来代表 1.6乘10的负19之方库仑 要记住 这个要记的 你多做了 记住不是说去背它 你多做几次习题 就记住了 那么我们带电的物体 通常是有带两种电 一个叫正电荷 一个是负电荷 等一等哈 抱歉 喂 喂 喂 哈喽 因为 我手机都开开的 平常我是不带的 基本电量 那么正电荷呢 是带 1的 正1的 N 就是 我们说电荷是 我们先看它两个 的性质 电荷 手横 就是说 这个电荷 你不能够让它 无缘无故的就 多一个正电 或者多一个负电 你多一个正电 同时就多一个负电 也不能够无缘无故 就少掉了 你少一个正电呢 同时就少一个负电 那就是说 你在整个 一个封闭的 一个区域里面 你的电荷 总数 是一个定值 那这就是 电荷 手横 就是说 Charge is conserved 手横 第二个就是 电荷 为 量子化 就是 Charge is quantized 什么叫 quantized呢 它的电荷 是等于 N的 乘以 N倍 那N是什么呢 N就是 等于 正负一 正负二 正负三 你带正电的东西是 要不然就是 一个一 要不然就是 两个一 要不然就是 三个一 OK 好 这个是 电荷 量子化 好 第三个 我们现在就 我们介绍的是 电荷 好 那么 还有就是 电子的质量 这个要 这个要 常常用 M1 是等于 9.11 乘10的 负31 公斤 这也是常用的 常用的 OK 你多用几次呢 就记住了 那它怎么来的 像 电荷的 基本电荷 怎么来的 它是由 20世纪初 科学家 Milligan 做实验的时候 发现的 那么这个也是 20世纪初 那么 由实验 发现的 OK 那我们就 不去多讲 就是介绍 这样子 那么 那么 老早以前 我们的老祖宗就发现 带正电 同带正电 或者同带 负电的 两个物体 它们之间 会有排斥力 如果带 不同的电 一个带正电 一个带负电 那么 它们之间 会有吸引力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不知道 这是大自然的现象 那么 一直经过 差不多2000年 我们人才有办法 去把这个数字 把它量化 就是说 你这个 排斥力 或者吸引力 它 多大 你电量 电荷是多大的时候 这个力是多大 那么 它有 库轮 它借用一种仪器 叫 Caventage Balance 来 量测出来 所以我们称它叫做 库轮定律 我们现在就 来 介绍一下 库轮定律 希望你们听课的时候要注意 我们一路讲下去 就是在 就是在 从没有 到有 有简单的 到复杂的 慢慢的发展下去 这怎么发展下去 这个过程 值得我们去学习 值得我们去学习 OK 你要注意 我介绍这个发展的过程 首先我们介绍 库轮定律 Colens Law Colens Law 它是说 如果我们有两个点电荷 一个是Q1 另一个是Q2 这个叫点电荷 它们之间的距离 如果是R远的话 那么这个电荷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它把它量测出来了 好 现在我们看 我们用现在 库轮当时没有用向量式来表示 我们现在用向量式 比如说 我们假定Q1是圆点 那这个方向呢 是R的方向 R的方向 那么 从这里到这里 我们可以画出一个 向量 就是说 Q2相对于Q1 它的位置是R OK 好 那么 我们也可以定一个 单位向量 就是在R方向的一个单位向量 单位向量 那么 我们可以量测出来 Q2 Q2受Q1的力有多大呢 Q2受Q1的力 我们画在这里好了 我们就用F F F是Q2 受Q1的力 F 等于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呢 我们写成这个样子 4π Y0 然后后面是Q1 乘Q2 然后R的平方 乘上R Univector 这个就是库仑定律 他说这个力 的大小 是跟Q1 乘正比 也跟Q2乘正比 因此力的大小 就是跟Q1乘Q2乘正比 跟两个点电荷之间的距离平方层反比 好 那么 这个就是库仑定律 那么他从 我们看到这个库仑定律 看他写出来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是这个关系 不知道 大自然好多好多定律 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只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这个是从 我们不知道的 发现的 OK 那么 这个 是值得我们去 注意的有好几个 好几点 第一点 就是Q1 以及Q2 都是点电荷 皆为 皆为 就是说仅适用于点电荷 他不是点电荷不能用啊 一张Point Charge 才能用 为什么不是点电荷就不能用呢 他的理由很简单 就跟我们以前讲外游引力一样 那个 式子里头的M1M2 必须是直点 好 那么Q1Q2 如果你不是点电荷的话 别说体积这么大 体积这么大 它的Q是 这个是Q1 这个总电量是Q2 它们之间是有相互作用力 但是啊 你要用这个式子的时候呢 就会有问题了 问题在哪里呢 在R 你这个时候R要怎么算呢 要怎么算呢 它电荷是分布在这个范围里面呢 你这个R 从这里算到这里呢 还是从这里算到这里呢 还是从这里算到这里呢 还是从最远的地方到这里呢 这几个距离都不一样 你用这些距离去算 它的结果都不一样 所以距离产生了问题 因此我们说 这个式子只适合于点电荷 但是这个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是说假如这两个电荷 它在这么大距离的时候 你不能用酷人定律 来算它的作用力 但是当这两个电荷 距离非常大 比如说只有这么大的电荷 你在我们教室的两端 两个角落距离这么远 那你还是可以用这个式子算 因为当这两个电荷 距离这么远的时候 它从这里到这里的距离 跟从这里到这里的距离 带进去算 它的差异非常非常少 差异非常少 几乎就是相等 所以呢 我们说假如带电体的规格大小 比起它的距离 两个带电体的距离 要小得很多很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带电体 视为点电荷 来看 不过我们通常做实验 都是在实验室里面做 我们随便拿一个物体带电的话 它都相当大 你一个实验桌来讲 你都没有办法把带电体 当作是点电荷 因此这个式子 说实在的 它的用处很少 用处很少 就好像牛顿当时发现万有引力的时候 它那个式子不敢公开 就是说 它不适用于任何大小的物体 一直等到它发明了微积分以后才能用 当然这个也可以用微积分算 不过我们先不讲这个 用微积分算 我们讲到电厂的时候 再来讲 好 这是只适用于点电荷 第二个 我们看这个式子里头的单位 单位 它的单位 各种量的单位 F 我们用的是牛顿 Q呢 用的是 Column R用的是 Meter R用的是Meter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4Pi Epsilon 分之1 这是一个常数 当你这些量决定的时候 这个常数 它就相当于9乘10的 9次方 它的单位呢 这边是牛顿 Meter Square Over Column Square 这个是 常数 常数就是这个 这常数 常用嘛 你就会 记住了 这个是我们 采用的单位 好 我们说这个例 Q1 Q2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它是 连心力 叫Central Force 就两个点相连起来 就在这个连线上面 它不是朝 这个方向 就是朝这个方向 如果朝这个方向 它受它的力 朝这个方向 那就是排斥力 如果 它受的力 是朝这个方向 那就是吸引力 不管是排斥力 还是吸引力 都是在连心线上面 那么到底是排斥 还是吸引力呢 那要看 Q1 Q2 因为这些 都是正值 Q1可以是正 可以是负 Q2也可以是正 可以是负 如果两个都是正电荷 或者两个都是负电荷 正乘正也是正 负乘负还是正 所以呢 它的方向就是跟正的R univector相同 所以这个力的方向 跟这个方向相同 那就是排斥力 如果一个正一个负 不管哪个正哪个负 那么这乘起来就是负值 负的话就表示F 跟负R univector的方向一样 负R就是朝这一边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吸引力 OK Q1 Q2同符号 就是排斥力 Q1 Q2 符号相反 就是吸引力 好 这个是 有的 我没有写出来啊 你自己要把它写上去 因为我写的话 有时候还是太占时间了 你要把它补充上去 好 第四点 我们要看的就是 这个F啊 跟R的平方 正好是R的平方乘反比 多一点也 多一点也不行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些电的现象 电场的现象 电磁的现象 我们看到的 就是当这个F 跟R的平方乘反比的时候 所具有的现象 如果它不是跟R的平方乘反比 它是跟R的 一点九九九九九之方 或者是跟R的 二点零零零零零一之方 乘正比 那这个世界的现象 我们看的现象 通通不对了 所以呢 我们 这一点我们将来在高斯定律 可以看出来 所以当时库仑呢 他发现这个 F跟R 正好跟R的平方乘反比 这是非常了不起 非常非常了不起 好 那么 再来 这里 我这里就是说 这个F的大小 跟R的平方乘反比 最后我们就谈 因为这个式子 只能适用于点电荷 用起来不方便 那我们 就想另外的办法 想另外的办法 想什么办法呢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点 这个式子 就说这里有Q1 这里有Q2 好像它立刻就会有 利的存在 不是排斥力 就是吸引力 但实际上 如果 这两个点电荷的距离 不是这么小 好像一个在地球 一个在北极星的位置 如果在这么大的距离里面 同时有两个点电荷 产生 那么它们之间的利 是不是马上就存在 要存在的话呢 你Q1要知道Q2 知道它存在 Q2要知道有Q1的存在 你才会算出这个利出来 你怎么知道 在这么遥远的地方 会有一个电荷生成呢 那里有个电荷生成 它要告诉你说 我这里形成一个电荷 它用最快的传递方法 就是用光速 它的信息用光速传过来 用光速传过来的话 从北极星到地球 要四年 光要走四年才知道 就是说这两个存在的时候 要过四年以后 它才会感受到有利的存在 所以它不是马上就有利的存在 因此我们说 你用这个式子的话呢 有时候会产生一个误解 就认为说 这两个电荷一旦存在 这个利立刻就产生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那么当我们有一个点电荷生成的时候 它要告知 向它的周围宣告 我存在 所以它存在的时候 它会把它的信息扩充出去 凡是它信息到达的地方 都知道这里有一个电荷的存在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观念 就叫做电厂 以下我们就介绍 Electric Field 我们现在 这一二三四五都超了 我们现在就是介绍这个电厂 Electric Field 电厂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说起来 我们都见过很多这种厂 厂大家都了解 有没有见过很多厂 什么叫停车厂 一想到停车厂 你们印象大概就会出来 它平面停车厂 有个很大的地方 里头画了一格一格一格的停车位 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就是让你停车的 对不对 大格子停大卡车 比较小的自用客车 再小一点的摩托车 就是这样子 叫停车厂 一停到这个厂 你就知道 这个厂 停车厂是什么样子 再来 我们看还有什么厂 篮球厂 一提篮球厂 你们是不是有个印象 篮球厂就是一个 长方形的 两边有篮 然后一群人在那里打球 可以在那里打篮球用的 叫篮球厂 那么还有什么 超级市场 超级市场干嘛的 它供应你的日用百货 你可以到里头去 采购你所需要用的 它有一个一个的柜子 摆各种各样的东西在那里 一提到超级市场 我们就有这个印象 原来是这个样子 那什么叫电厂 你也学过电厂 脑筋里有没有这个印象 什么叫电厂 有没有 电厂长得什么样子 做什么用的 我们今天来讲 如果我一句话讲出来 你可能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画面 所谓电厂 其实就是说 我有一个空间 当我摆一个电荷 在这个空间的时候 这个电荷会受力 这种场合 就是里面有电厂 好像印象不是很深刻 好 现在我们很快的来谈一下 假如我们这个空间 是虚无缥缈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在很远很远 距离各星球都远的 不得了的一个空间里面 哪一天 我们假想说 我可以神游这个地方 我手上拿了一个带电体 我在这个地方游荡 当我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把这个带电体一放 这个带电体就停在那里 不受力 因为各星球都无限远 也没有万有引力 那么我们也没有其他的电荷存在 所以它也没有库伦力 库伦力又叫做静电力 又叫做electrostatic force 这个力叫做库伦力 又叫做静电力 也没有静电力 你摆在这里 它也是不动 摆在这里 它也是不动 那我们就说 这个空间呢 对这个电荷来说都一样 就说我摆在哪里 它都不动 好 现在 我们如果在这个空间 把一个带电体 我们带电体 你可能都看不见 就是说它有一个东西是带电的 电量是Q 它固定在这个位置了 它不是没有东西 它是有一个带电体 好 那我们再一次的到这个地方去神牛 我还是拿一个电荷 当我放在这里的时候 走在这里一放手 我发现这个charge Q prong 会受一个力 朝这边 当我走到这里的时候 一放手 它会有一个力 你朝这边 Q2 我摆在任何地方 它都有一种 独特的力 这个力的大小跟方向 跟其他的位置都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这个空间 跟刚刚那个空间不一样 哪一点不一样啊 它不是什么颜色不一样 不是什么味道不一样 它的不一样就是说 我带电体在这个空间 每一个位置会受一个独特的力 这个空间就有这个特性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描述 要把这个独特的电荷 用一个很通常的一个观念 把它表现出来 那我们怎么表现呢 就是说 我每一次放在这里的电荷 不是 不是 不是一百库轮 也不是两百库轮 也不是一千库轮 其实我刚刚讲 一百库轮 一千库轮 那都不对 因为 你的库轮数 必须是 这个的整倍数 整倍数 我们只是例子了 我们不要说你有多大 我们就说 好 一库轮好了 最标准的 最简单 一库轮 我把一库轮的电荷 放在这里 它受多少力 把一库轮的电荷 放在这里 受多少力 把这一点都标示出来 那我们就知道 将来呢 你知道一库轮 受多少力 那十库轮 受多少力 成十倍就好了 对不对 一百库轮的电荷 受多少力呢 我成一百就好了 所以这样子定的一个标准 那么 一库轮的正电荷 正电荷 所受的力 我们称它 为该点的 电厂 你把这句话写下来 一库轮的正电荷 在空间某一点 所受的静电力 就称为那一点的电厂 这就是电厂的一个定义 电厂的定义 那我们实在找不到一库轮 一库轮也不合格 一库轮也不是 一点六成十的 负十九之三的整数倍 也不是 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 那我们怎么能够算 这个电荷的电厂呢 我们就是 你随便摆一个 你随便拿一个大小 Qprime 摆的某一点 它受的力 如果是F的话 那你就被Qprime来除 那这不就是 一库轮的正电荷 所受的力吗 那这个就称为电厂 OK 这个就叫做电厂 电厂 项量一定要打键号 要打键头 OK 好 它的单位就是 Newton per coulomb Newton per coulomb 现在还有别的单位 Volt per meter 我们这里先讲 它的单位是 每一库轮有多少牛顿 那么我们现在呢 有了这个定义以后 有了这个定义以后 那我们就来算这个 所以你把这个电厂 这样子定义出来 那我就知道 比如说我现在知道 这个区域啊 这个区域 如果有电厂的话 就是说 我把一库轮的电荷在这里 这里会有 这么大的力 一库轮电荷产生的力 一弯 我把一库轮的正电荷 摆在这里 它就会受 这么大的力 好 所以这里头呢 有好多好多 每一个位置都有它的电厂 那我们要问 你算电厂干什么 算电厂干什么 没事在这里算的玩了 我们说这个有用 没有用的话 我何必花那么长时间 去算它 它的用处在哪里呢 我们就是用这个 用这个定义 我们说 如果一个位置的 如果你有 如果你有 Q的电量 摆在某一位置 它所受的力是F 它的电厂就是这个 好 那我们就可以 我们在这个情况就知道说 我现在知道电厂一了 那我摆多大的电荷在这里 它会受多大的力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那就是我们把这个式子呢 反过来算 F要等于Q乘1 OK F等于Q乘1 你知道这个1 是这个1温 你把石库轮的电荷摆在这里 它受的力就是石库轮乘1 如果是正的话呢 这个正电荷在这里 我石库轮是正的 那就受力朝这个方向 石库轮是负的 它就是朝这个方向 那么这个是我们 首先知道 我们有电厂以后 可以做什么 起码有这个用途嘛 好 那么这个各位要记住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有一个电厂 是1的话 那我摆的是正电荷 positive Q 摆到这里 那么这个positive Q 它就会受一个力朝这一边 这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 正电荷 正的带电体 在电厂里边 它受力 是顺着电厂受力 顺着电厂受力 如果我这个电荷 是负电荷的话 它同样在这个电厂里面 如果是负Q 它所受的力 却是朝这一边 F 要等于负Q E OK 像这种 你就要使用到一种程度 就是不假思索就知道了 就好像你在路上走路 你手上拿东西 一不小心就掉下去 对不对 一定掉下去 你不会说 什么时候飞走了 那么这个 就是要用到这样的自然 以上是我们定义这个电厂 不过像这种的定义 并不是非常的准确 准确的第一 是要这样子的 如果我们有一个带电体 我假定是一个导体好了 导体球好了 它本来这个带电 Q的电量是均匀分布在它的表面 均匀分布在它的表面 那你现在要算 计算说 这个带电体在这个位置产生的电厂是什么 你要找这个电厂啊 那你怎么算呢 照我们刚刚的方法 我把一个Q'在这里 把一个Q'在这里 然后量出它受多大的力 然后把这个力 力被Q'来除 它就是电厂 这是我们测量的方法 不过 如果你这个带电体 你要测 测这个 电厂 你摆的Q'太大了 Q会给Q'一个力 Q'也给Q一个相同的力啊 那这个时候 它在导体上面 电荷在导体上 它会移动 它受力以后 它会移动 它会移动 移的变成这个样子了 原来它是均匀的分布 后来变成不均匀的分布 那你现在量出来的力 是什么时候的力呢 是它成不均匀分布时候的力 那你把这个力 那你把这个力被Q'取得的电厂 也是这个时候的电厂 但是我们不是要这样子的分布电厂 我们是要像刚刚那样子 起初那样子的分布 所以说你为了要量电厂 你在这里摆一个点电荷 结果这个点电荷破坏了现场 让你求出来的东西 不是你要的 那不是很糟糕吗 那如果我不想破坏它的话 我就不用Q'Prom 不用Q'Prom又做不出来 你非用Q'Prom不可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假设 我用的这个Q'Prom不大 很小 小到因为它越小 它的分布越像它起初的状况 它越小越像起初的状况 那么我们就真正的这个电厂的定义 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们就用Q好了 F over Q 你用Q'Prom也可以 这里就加个Prom好了 就说 你用的这个Q 必须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小 它Limit Q'Prom approaches zero 意思就是说 这个Q'Prom小到什么程度啊 趋近于零 但是它绝对不是零 趋近于零 最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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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1.6乘10的-19次方库仑 但是实际上我们呢 很难找到这么小的 很难找到 那么所以我们定义是这样子定 一般的话呢 我们就麻麻糊糊糊用 这样的 试着来表示电厂 以上是电厂的定义 我花这么长的时间讲电厂的定义 可见它呢 非常的重要 你对一个抽象的观念 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图画在你的脑子里头啊 你这个观念不会清楚 也不会存留的很久 好 现在我们就要来谈一谈 电厂的计算方法 像这种方法 我用检验电厄的方法 每一次把一个Q-prime然后算出它的力 然后再把力被它除啊 这个太麻烦了 你知道你要量这个力多难量吗 酷仑用Caventish Balance量 我告诉你量一次啊 要三个钟头 我们以前近代物理实验有做这个啊 量这个Gravitation force 量一次要三个钟头啊 它不是说那个力啊 那个力啊 很小很小啊 那你要是很准确的量 你根本不可能 它是用什么 它这个力不是用什么弹簧秤啊 不是用什么电子秤呢 可以量出来的 它是用这个Caventish Balance 它有一个 它稍微用力的话呢 有个灯泡 就是说它会产生一个Balance 会产生一个力矩 力矩就会让它这个地方掉的灯泡啊 偏转 这个灯泡投影到 一两公尺地方的地方去 甚至于不止 我们做的有差不多十公尺 在墙上面 它这个灯 换过来换过去 换过来换过去 好等到它平衡了 好 要等到它 看那个曲线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平衡的 差不多什么地方平衡 这个时候 你才能够取它的数值 你要等它平衡 要等多久啊 而且你不是量一次啊 要量好多次 求取它的平均值 所以这个非常麻烦 所以不适用 理论上可以 实际上不好用 那么我们现在就希望说 我知道你电荷是做什么样的分布 然后距离电荷多远的地方 什么方向的地方 它的电厂是多大 我能够用算式把它算出来 那该多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发展这个 电厂的计算方法 你看我们就一步一步发展下去啊 有了定义 有了电厂的定义 然后用检验电荷来测电厂 不方便 好我们想别的办法 好 首先我们从最简单的带电体来看 第一个 点电荷的电厂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带电体 就是说这个带电体啊 它就是一个点状 就是一个点电荷Q 摆在这里 那我现在要问 以Q为参考位置 它R向量的地方 把一个 我们为了要测电厂 我们用一个检验电荷Q' 摆在这里 好 然后呢 测出它的利来 比如说 它的利是F 好 然后我们就说 这一点的电厂啊 它就是E 那这个E呢 我们就可以带我们得出来的这个式子 我们说 E 就等于F over Q' 这还是我们原来的啊 还是我们原来的 那你说 那你说 这跟原来的一样啊 不过 我们有别的办法 不要 我们不要去 像库仑去做实验 库仑做实验 他做的好准确哦 他就是 做那个 靠那个吃饭啊 我们哪有那么时间 去做那么多东西 那怎么办呢 好 我不做实验 我用库仑的实验 用库仑的实验 OK 好 我说 如果这里有个Q'的话呢 那么 它的F啊 就是库仑力 它的F就是 4π Epsilon 0 Q 乘Q' 乘Q'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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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库仑告诉我们的 它的历史这个 你知道Q'知道Q' R'很容易算啊 这个数字不是很容易算吗 对不对 好不好算 用这个算出来 不要去做实验了 好这个算出来以后啊 那我就把这个带入第一式 带入第一式 带入第一式 我就得到电场 就得电场是等于4π Epsilon0分之1 你被Q'来除 那它就变成R'平方分之Q 这个 这就是Q 这个点电荷产生的电场 就这个算式就好了 你只要知道Q多大 哪一个方向上面 距离是多大 就算出来了 这不是很方便吗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 想 想办法 你这个 检验电荷的电荷 方法 太复杂 太麻烦 我有没有什么 别的更好一点的方法 就是这么发展出来的 好 但是你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你要注意哦 你后面 一定要注明 或者在这里注明 一个公式出来 你要看它后面讲什么 那 这后面会告诉你 这个式子 仅适用于Q 为点电荷 就是这个要点电荷 才能用 这个不是点电荷 不可以用 点电荷才能用 所以你这个 你把这句话呢 你把这句话呢 自己加上去 请适用于 请适用于Q 为点电荷 所以你记得 看一个式子 它前面的话 你也要看 后面的话 也要看 要把它弄懂了 你不要只记这个式子 你只记这个式子 你会做错 如果 比如说 我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 带电体 它不是点电荷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电荷 比如说 我有一个这样子的电荷 随便话 带电量是Q 好 这边有个电厂 这个位置有个电厂 这个电厂多大 你不能带那个式子 因为这个 这个不是点电荷 不能用 要记住 任何一个定律 任何一个公式 任何一个方法 它都有它的限制 有它的限制 再来我们就 我们就看第二个 第二个 好 我们先把这个 先把这个点电荷 应用一下 好了 好 好 我们知道这个 电厂可以用算的 好 电厂可以用算的 那么 在一个空间呢 假如 它告诉你说 这个空间呢 有均匀的电厂 但它不是点电荷产生的 我们不晓得它怎么产生的 先不要管 好 它有均匀的电厂 均匀的电厂 这个方向 那我们如果在这个电厂上面呢 摆一个 这样的一个装置 这边是正Q 这边是负Q 两个带电体 一个带正Q 一个带负Q 它们当中的距离呢 我们用D来表示 D向量 是从负电荷到正电荷 负电荷到正电荷 OK 好 这样的一个装置啊 我们称它叫什么 叫Electric Dipo 叫做电偶极 好 这个叫电偶极 这个东西 我们称它叫做电偶极 电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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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ctric Dipo 就是那个东西 它是 两个带电体 带等量的 但是符号相反的电荷 它中间有一个固定的距离 叫做L 叫做D 那么像什么东西 像我们的水分子 水分子 它就是一个Electric Dipo 你看不见而已 很小很小 那么如果 它摆在电厂里面 好 那么它会受力 这个就受一个力 正电荷往这边受力 我们假定这个电厂是1 电厂是1 好 它就等于Q 乘1 好 这个负电荷呢 会朝相反的方向 我们写Q1好了 Q2 等于 等于 -Q 乘1 那这两个电荷呢 受的力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那我们在上次讲过 这一对的力叫什么力啊 叫力举 对不对 叫力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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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叫一对Couple 一对Couple 力偶 好 那么我们现在 对第二五级 我们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我们把这个 这里有一个向量 它呢 是等于 Q乘D 它就是正电荷的大小 就这两个带电体 带电量的绝对值 乘上D这个向量 我们称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 电荷极举 电荷极举 这个叫做 电荷极举 就是Electric Dipole Moment Electric Dipole Moment 好 那现在我们看 这一对 在电荷极啊 它所受的合力 是等于F1 加F2 等于0 因为这个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所以呢 电荷极在均匀的电场里面 它的合力是0 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均匀电场 但是它的力的方向不一样 但是它的力的方向不一样 两条力的作用线不同 因此它会有力矩 它的力矩 力矩 力偶的力矩啊 它是等于D 它是等于D Cross F D Cross F F就是 两个力的绝对值 取这个大小 D Cross F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D Cross E Q乘1 它是F等Q乘1 D 对不对 好 我们把Q放到D的前面去 因为它是纯量 是纯量 OK 好 那这个就是什么 QD就是什么 是Electric Dipole Moment 所以我们就得 电偶级 在均匀电场里面 会受一个力矩 受一个力矩 这个力矩的方向就是D D Cross F 这样的方向 那是 这个Dipole就要做 顺 我们现在看这个就是什么方向呢 顺时针方向旋转 顺时针方向旋转 OK 它会受这个力 那这个旋转的 它就是要一直旋转到什么时候呢 使得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 让 副Q 在这一边 正Q 在这一边 那么它是顺着 电场的 方向 顺着电场的方向 它刚刚撞过来的时候 可能会 会Ocelate 震荡 然后慢慢慢慢停止 停止以后 这就是一个稳定状态 它稳定的时候呢 这个电偶级 一定是顺着电场 在这个地方排列 顺着电场的方向 那这就是介绍 电偶级 这个东西 你们书上有CT有这个东西 好 这个是电偶级 在均匀电场里面受的合力等于零 但是它会受一个力矩 这个力矩 等于P cross E 这个很重要 这个式子非常非常的重要 以后呢 以后呢 你们在 比如说你二年级有电磁学 这个式子会 应用的很频繁 所以你把它记好 好 TALK 等于P Cross E 你加注明 这个是电偶级 在均匀电场中 所受的力矩 你要注明 好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第二种 比较复杂一点的带电体 第二种 我们说 我们不是单一的点电荷 现在是一群点电荷 多个点电荷 分布在这个空间 那么空间里头某一点的电场是什么 好 我们 你看 比如说这个是Q1 这个是Q2 这个是Q3 好 我们要问 这三个点电荷同时存在 其实还可以有更多 我只画三个 那我现在要问 这一点产生的电场是什么呀 这个时候 你说我只学过一个点电荷 产生的电场 那现在有三个四个五个 那我怎么办呢 那就是我们往往遇到的问题 都是比我们所学的要 要多 那你就要想办法 这时候你就要想办法 好 想什么办法呢 比如说 我只学过单一点电荷产生的电场 那好 那我就先一个一个求嘛 比如说 Q1 在这里产生的电场 比如说它这个 距离是R1 距离是R1 这个是它的Univectal 那么它在这个地方 产生E1 好 E1是Q1 我们单独 对这一点产生的电场 对P点产生的电场 OK 好 那我就先把这个写出来 根据点电荷的电场 我们可以有一个算式 来算出来 那就是E1 那就是E1 等于 4Pi Epsilon 0 分之1 Q1 R1 Square R Univectal R1 Univectal 是这个 同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把Q2 单独在这一点产生的电场 我这里要写一下 标题没有写 一群 点电荷 的电场 一群点电荷的电场 好 那么我们 现在也算出单独由Q2产生的电场 4Pi Epsilon Q2 R2 同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把E3也算出来 单独由Q3产生的电场 更多都是这么算 好 这些是单独由Q1 Q2 Q3产生的 那我现在要问的不是单独的 我说Q1 Q2 Q3 同时存在的时候 它的电场是什么 它的电场是什么 好 那我们就想 假如 Q2 Q2 我这个话数来一下 Q2 Q2 Q3 Q2 Q3 Q3 Q1 Q7 Q2 Q4 Q3 Q5 Qw4 Q7 那核电三个都存在怎么办呢 好三个都存在 我们现在就用 要记住这个电场都是对同一点产生的 对同一点产生的 就是说三个点电荷在同一点产生的 电场是什么 是利 伊库伦的正电荷所受的利 好那我们现在就这么讲 因为这个图已经画太多了 我们另外画一个图 另外画一个 Q1 Q2 Q3 好在这里 他们三个点电荷 如果对这一个 对这一个电荷 伊库伦的电荷产生的利 如果是这个方向 我们不晓得什么方向 我们先画一个 这个 是合力的方向 合力的方向 好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就可以得到 这个 比如说这个是 QPROM 好 QPROM 好那我们就可以得电场是这个 我们说 我们说电场啊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合力 合力 被 我这里是写QPROM 其实我是写 这个 是 伊库伦 好了 伊库伦 好 伊库伦 他呢 可以写成什么 这个合力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它就是等于 Q1 Q2 Q3 它在这个地方产生的 我们先这么写好了 Q 没有几下 我通通写好了 Q1 over R1 平方 再加上 Q2 over R2 再加上 R3 Square Q3 R3 加起来 乘上什么 乘上 QPROM QPROM 我们现在是当作 一个库伦 我这里 还就是用QPROM 好了 QPROM 好了 QPROM 好 那我把这个 里头 就有QPROM 在这里 然后全部 都被QPROM 来除 QPROM 除在这里 那这个就跟这个 约掉了 这个跟这个约掉了 就变成什么东西 4Pi Epsilon 0 分之1 然后呢 里头我们就写这样子 好了 Q over R Square R Q可以等于Q1 Q2 Q3 R1 R2 R3 R Unit Vector 1 2 3 这样子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等于 核电厂 这就等于 这就是等于 这个 Resultant Electric Field 它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E1 加E2 加E3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电厂有这个特性 这叫叠加性 每一个点电荷 在那一点 在P点产生的电厂 是这个 那所有的电荷 在P点产生的总电厂 就是这每一个电厂的 向量核 OK 向量核 有这么一个特性在里面 因此我们现在就把 这个一群点电荷的电厂 我们呢 把它 写出来 这个时候的电厂呢 我们就是用这个式子 4 4 Pi E0 Summation Q R Square R 这是一群点电荷的电厂 一群点电荷的电厂 OK 但里头你加一句话 里头的Q1 Q2 Q3 仅限于点电荷 就只适用于Q1 Q2 Q3 等等是点电荷 好 我们就发展出比较复杂一点的带电体了 再来 更复杂一点的 我们说 连续分布的带电体 连续分布的电厂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说 这个物体啊 它是这样子的 在这个区域里面 这个体积是套 一个立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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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一个立体的 它里头有分布电荷 这个时候 我们用Row来表示 它的体积电荷密度 Row Row是代表什么 每一个立方公尺 所带的电量 每一个立方公尺 有多少库轮 那现在 这里有电荷啊 这个Row呢 通常是跟位置有关的 它不同的位置 它的密度不一样 我随便早一点 我需要问 这一点的电厂 是多少 怎么办 这时候怎么做 好 那你就想 我们 现有的什么办法 你现在现有的就是 检验电荷的电荷的电厂 还有一群 点电荷的电厂 你知道这个 对不对 连续分布的 我不会做啊 好 那我们现在就想一想 我们可以用 我们可以用我们 已经知道的什么知识 能够 分割 不是真的把它切的 分割成许许多多 许许多多的小体积 比如说 我们现在 假定 有这么一个 分割成很小很小 这是其中的一个 OK 很小很小很小 它应该叫delta tau 但是我们是 limit delta tau approach zero 那它就是用低 tau表示了 好 我们说这里有一个 很小很小的体积 叫dta tau 好 存在这个地方的密度 它密度各处不一样嘛 存在这个地方的密度 它就变成一个 dq 就说这个 实际上就是一个 小的不得了的电荷 就是点电荷 它好小好小嘛 我们就把它当作点电荷 好 我可以算出 这样的一个点电荷 在距离它 R远之处 的p点 产生的电荷是什么 它在这里产生一个小小的电荷 dq在这里产生一个小小的电荷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电荷的基数 element 电荷基数 dta叫做体积基数 好 我们现在说 我现在取 电荷基数 基数是这个基 数 charge element dm 它是等于密度 它是等于密度 呈上体积基数 那这个是点电荷 在这一点产生的电荷 我们可以用点电荷的电荷来表示啊 对不对 可不可以用点电荷的电荷来表示啊 那么它的dp d1 就等于 4π y0 dq 不是写错 不是dm dq dq over r square 甚至r univector 好 这个是r 这个是r univector 根据点电荷的原理 好 那这个体积里头有多少个这样子的点电荷产生 有多少个这样子的点电荷啊 无穷多个啊 到处都是啊 每一个都会在这里产生这样的一个第一 就好像我们空间有好多好多点电荷一样 它在某一点会产生一个总的电荷 那么我们说每一个电荷 基数都会产生一个电荷 那么它的总电荷 根据这个所有这个电荷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第一朝这边 这里有一个第一朝这边 这些第一的向量和啊 第一的向量和 好 现在是无穷多项 无穷小的量的和 就是用积分表示 它就是用积分表示 所以这个 它就是等于 第一 这个就好像是 summation的符号一样 好 那我们把这个带进去啊 把常数提出来 它要积整个的套 这个就是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厂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厂 好 我现在用黄颜色的笔 把它重写一次 我们把电荷进去 这次真正的东西 完成了 我们再次行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厂 在我们这个状况 DQ是等于Rho乘Dta DQ是等于Rho乘Dta 式子里头的DQ 现在是Rho乘Dta 这个是什么 电荷成体状的分布 成立体状的分布 电荷成体状分布的时候 用这个 有的时候电荷是这样子的分布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区域 是个导体 这是一个导体 导体要有多余的电荷一定分布在表面 它的电荷都是分布在表面 这表面电荷 我们假设这个地方 它的电荷密度是Sigma Sigma是什么呢 它的单位是Coulomb per meter square 这个是Coulomb Rho是Coulomb per meter cube Rho它是Coulomb per meter cube 每一个立方公尺有多少库仑 它叫做体积电荷密度 这个叫表面电荷密度 如果是表面状的分布 那我们也可以啊 在任意的地方 取一个面积基数DA 面积基数 像刚刚这个是体积基数 面积基数我们用DA来表示 乘上Sigma 这个Sigma呢 是与位置有关的 不同的位置Sigma的大小不一样 那么这个 于是这个就是等于DQ了 就是一个小小的电荷基数 我现在要求这一点的电荷 那我就在这里画一条线 到这里 这个是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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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ctor 那于是呢 这个DQ就会在这个地方 产生一个D1 OK D1 好 因为它是点电荷 点电荷在这一点 产生的电荷 还是用这个式子 还是用这个式子 因此呢 所有这个上面的DQ 我们可以用微积分把它分成 好多好多小小的DA呀 每一个DQ都在这里会产生D1 那么它的核电场就是什么呢 就是向量核 就是这个 还是这个式子 还是这个式子 只不过你现在 把DQ呢 现在DQ是等于 Sigma 乘DA 它是电荷 乘面状分布 面状分布 我们再看 还有一种 就是 当我们的电荷分布在一条线上面 当我们的电荷分布在一条线上面 好 我随便画一条线好了 不一定是直线 上面有电荷 它的密度呢 我们是用Lamina Lamina是Coulant Per Meter 每一公尺 有多少库轮 的电荷 好 那么 这些电荷 在这一点产生的电场是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微积分的观念 把一条很长很长的直线 把它分成许多许多许多小小的线段基数 那这个时候我们绞定 这个是其中的一条 DL 长度基数 好 乘上Lamina 它就等于DQ 这个是 在这个线状带电体上面 所取的一个DQ 电荷基数 好 那么这个电荷基数 它会在P点 产生 电场 第一 产生电场 产生这个电场 那么 因为 这个是一个点电荷 点电荷产生的电场 我们仍然是可以用这个许多 跟这个一样 跟这个样子一样的这个电荷基数 那么在这里都会产生电场 那么它的总电场就是这些第一的向量核 所以还是用这个许多 只不过 如果你是线状带电体的话呢 你的DQ 就要用Lamina 乘DL 这是乘 线状分布 OK 线状分布 那么前面的这些 一群点电荷产生的电场等等啊 我就不举例了 那个很单纯 你们在高中也学过 你回去呢 就看看你们书本上的例子 那我举例是举连续带电 连续带电体的电场 因为它要用到积分 这一部分你们过去没有用过 而且用起来 它有一些技巧在里面 所以我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个 那么今天时间到了 我就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次再跟各位讲这个 例题 OK 好 那今天先讲到这里